可能你現在在聽的是神網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讚、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 網址側部正向寶沙冷氣和主持人的國人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也希望大家可以把直播節目和志錄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說說另外一件事 就是在美國正在發生 現在拜登經常說 現在氣候危機,氣候變化有危機 氣候變化有危機要怎樣解決 拜登當然是叫人多用一些電動汽車 叫人多用電動汽車 是不是真的可以令美國 如果美國可以走出氣候變化的危機 事實上當然是不行的 事實上當然是不行的 現在的問題是 美國政府的氣候變化政策 實際上是會令到美國更加缺電 美國的電網監管機構和發電廠 還有公用事業的電力需求的增長 是會比一年前的預測一倍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現在美國有一個概念炒得很厲害 如果有炒股的人都知道 有一個概念炒得很厲害 就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這件事是要用好那多電的 人工智能這件事和虛擬貨幣都是類似的 以前都是用顯卡去掘這些虛擬貨幣 現在做AI又是用很多顯卡去做 或者不要說是顯卡 就是跟顯卡類似的東西去做人工智能 現在美國還做多一件事 拜登政府補貼了很多工廠 補貼了一些工廠會做什麼? 會做晶片的 你要知道之前補貼的工廠 台積電那些工廠 結果那些工廠要多用很多水 這個也不要緊 還要多用很多電 而且美國也推... 這是政府想推的 但是美國人自己很不喜歡 就是推電動汽車轉型 拜登是怎麼說的呢? 如果你不做電動汽車 整個汽車產業都會收皮 之前他是這樣說的 現在Jorger 喬治亞州的電力公司 將2031年冬季電力需求的預測 提高了17倍 為什麼會提高17倍這麼多呢? 就是因為電動車和電池工廠 還有新的Data Center 做AI的Data Center 以及Intel 會建立部分了 這些晶片廠 那不是僅僅因喬治亞州 和過亨還俄州也一樣 因为他們做漫員都吸引 很多轉型的Data Center criminal 在那個地方搞 Intel就有200億的晶片廠 放 dataset在過亨還都 在過亨 refresh 其實現實就是 晶片工廠、數據中心等 它要用的電力 是普通一般典型工業企業的100倍用的電力 在美國現在是嚴重的 PJM Interconnection 這是電網公司 中西部、東北部13個州的批發電力市場 它經營這件事 在現在看到的預測 現在它預計在2019年 整個地區 它的電力需求增加 就會是10Gigawatt 它增加的量是10Gigawatt 其實紐約市 它整個城市使用的電量 一天是5Gigawatt 那電量就可以去其他地方拿來 這個又不是的 問題就是 好像紐約州那樣 它的核電站已經收了皮 還有 它們搞石化燃料化電廠 也是收了皮 現在它們搞什麼呢? 搞風能、搞太陽能 現在是不夠電的了 到了2040年的時候 因為在紐約州北部 應該就是Albany附近 它就會有一座新的晶片廠做記憶體的 是尾光的 那它那間晶片廠要的電力 就等於 一間廠而已 是New Hampshire 再加上Vermont 一天使用的電 一天使用的電 它就是一間廠 一天使用了 就可以了 還有現在的 AI的數據中心 那個電力需求 它預計 每年是怎樣增長呢? 每年是增長13%到15% 現在是 是每年 Caron Chan說 我覺得環保這件事真的很神話 以前又經常叫人省電 現在什麼都叫你用電 以前叫你省紙 現在的包裝又是轉回用紙 那一開始改來做什麼呢? 是啊 我都說整件事很奇怪 現在是奇怪到不得了 現在是很糟糕 現在是 現在不要用膠了 現在用紙 用紙就會斬樹不環保 最初的說法 現在結果又可以用紙 不要緊 然後當然 現在 電力的問題 在美國開始已經有短缺的情況 為什麼呢? 因為 現在建立的Data Center 都要推遲 根據CBRE Group 這個細邦魏理士集團 這個叫做 細邦魏理士集團 這個叫做 是地產公司 他們 建立的Data Center 都要推遲一些建立的 因為現在不夠電 現在是 現在是 那 Amazon 他 這個月 做了一宗 6億5千萬美金的交易 他在賓州 就買了一個數據中心 那麼 那個數據中心旁邊 就有 一個核電廠 供電 專門供電給他 一個核電廠 那麼 好了 現在其實 就是 數據中心那些 還有 還有 那些工廠 尤其是晶片廠 那些 你要整年 不斷電的 要很可靠的 電力才可以 但是問題就是 那些風能 太陽能 供應不到這麼多電 還有 大家都不可以等到 那些電池 變成有成本效益 才去做 現在等不到 現在是 其實結果 這個現實就是 真正正在做的事情 他們就是 現在在炒的AI概念 基本上 都是要多用很多 天然氣 這個就是那個現實 那 還要用煤炭 一定要做的就是 要核電廠 其實就是 這個現實就是 你根本不可能在美國 就搞 搞 100Gigawatt的可再生能源 這個不可能 一定是 用核能 或者是用其他的 但是現在 在美國 因為他們的 國家的政策 就是 令到那些電廠 就是淘汰 那些 就是那些 石化燃料的 發電廠 也在淘汰核電廠 現在就是 現在就是 現在是很糟糕的 他們 他們是很糟糕的 那這個 是 聯邦能源監管專員 Mark Christie 這個月較早之前說的 現在很糟糕 現在 估計 在美國 就有 20個Gigawatt的 石化燃料發電廠 就在未來兩年之內 退役的 那 這個 20個Gigawatt 就可以為 1500萬戶的 家庭供電 這個石化燃料廠 不是 這個石化燃料廠 它叫關庭的石化燃料廠 包括在麻省 或者叫做馬薩 珠塞州 Massassus 這個 大型天然氣發電廠 都是要關庭的 現在很糟糕的 本來 這個發電廠 就是 應對 有寒流 雜美的時候 就是 寒流雜美的時候 那些人會多開了很多暖爐 那些人會多用很多電 那這個 天然氣發電廠 就是頂住的 那現在不是 現在就要收皮 那有些發電廠的壽命 其實已經接近尾聲了 現在很糟糕 那 道爾就說 聽聞華為申請5納米晶片專利 就是這樣說 華為的晶片越做越小 就一定做到的 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但是 你說 是不是現在馬上有 我先回應一下你們 如果你說華為的晶片 去到5納米 沒有那麼快 真的沒有那麼快 這些 兩年前已經傳過一次 其實我講過很多次 那些人不相信 那些人說現在有了 現在有了 你做了出來 真的 做了一顆晶片出來 就真的有了 你沒有做一顆晶片出來 我也不會說真的有了 有些人說快了快了 其實 沒有那麼容易的 現實是不是那麼簡單的 兩年前已經傳過了 其實我已經說過了 之前在節目上 那些人是不相信 你唱衰中國 問題是 在國內有太多人 是吹大了整件事 你要認真一點去看這個世界 才可以的 不要覺得吹大了很開心 這些 某程度上就是 我們叫做打飛機 那些 打飛機很過癮 但是 沒有辦法幫你進步 這些事情 沒有辦法幫你 幫你這個國家進步 他們有些人是亂說的 在國內 到現在也是 亂做一些視頻 不斷 吹大一些 根本 都還沒有做到的事 你真的做得出來 不是 直接說就行 不是這樣 其實也有些人 在說過 例如3納米那些 其實有些東西大家都知道 現在你買不到最新的設備 去做最先進的晶片 現在你是買不到的 這個是現實問題來的 那你買不到的話 你要自己做一些器材出來 你覺得是不是這麼容易有突破 你可不可以繞過它的專利 你自己做一套東西出來 不是這麼容易的 那些人覺得很容易 說得很容易 很多時候是...我告訴大家 很多時候 說得很容易就說一定只有那些 造假的 造假的,不是真的 那... Camp Saint Lo就是華為5納米晶片 不需要用荷蘭光XK做 沒有這麼容易的 我告訴你 沒有這麼容易的 我告訴你 你真的不要輕信這些傳聞 這個問題就是 你做得出來 和你的糧率是另外一件事 那個糧率可以足夠 商業運行是兩樣東西 做得出來和能夠量產 是兩樣很不同的東西 就像豐田那樣 他就說現在的電池 不行了 他們要做固態電池 他們幾年之內可以做到 我也說豐田一定沒有這麼容易做得到 有些事情 我是說一個事實的 不是故意調查什麼人台 而是有些事情 他根本就吹大了 日本人也是吹大的 這些 吹大了是沒有用的 日本人是做不到的 日本人 你說三年之內可以 固態電池量產 一定是做不到的 這些不可能的 不是這麼容易的 好像那時候 有些人說 哦 2025年 全部的汽車都是自動駕駛的 十年之內一定是這樣的 2015年的時候 2012年也有人說 一定是自動駕駛的 那時候特斯拉吹得很大 做不到的 不是這麼容易的 有些科技 你要理解的 真的不是這麼簡單的 有些事情是很久的 一定要認清楚 其實五納米不是什麼出奇的 我告訴你 現在 你買一部iPhone 15 它們的晶片 它就是3納米 所以你說五納米可以做到 是的 五納米可以做到 但是 現在state of the art 不是五納米 現在state of the art 是三納米 現實是這樣 好像華為做到七納米的時候 真的 Mate 60 Pro 真的可以做到 它不是做不到 它是做到 我不是說它做不到 現在有些人在說 就說 我們可以做 我想問一下 你現在要追人家state of the art 是很困難的 不是這麼簡單的 那些人說得很簡單 一定可以的 一定可以的 我告訴你不是這麼容易 就像美國那樣 現在為什麼他們的電網 會這麼糟糕 就是因為他們 覺得那些事情很簡單 他們覺得可以關停他們自己的 發電廠 可以繼續走下去 但是現在 美國現在做了一件事 重要的是 現在那些天然氣的發電廠 要裝 那些carbon capture 那些東西 就是那些碳部粥那些東西 沒有技術做這件事 現在是 就是carbon capture這個技術 其實 不是沒有技術做得到 但是 你要在一個 發電廠的環境之下 做得到這件事 其實是一個問號來的 其實是 其實現在 美國 不同的州和聯邦政府 他們拿一些資源 環境監管 那些東西出來 令到那些發電廠 沒有辦法繼續營運下去 一些舊的那些 新的那些喜好 都未必可以營運 所以是很糟糕的 其實是 喏 這個 Sam吹說 某國都說 十年可以追到中國 沒那麼容易 有些事情沒那麼容易 我也說沒那麼容易 沒那麼快 有些事情 科技的突破 不是那些人 吹那麼容易 有些事情是很複雜的 現在那些人不斷吹 說 可以收拾那些人的皮 這樣 沒那麼容易 當然 華為那邊 其實 有些事情都是吹大了 我認為 如果有些信息傳出來 因為幾年前其實已經傳出 七納米晶片 幾年前已經傳出 但實際上年 不是 那些人想到那麼容易 量產很難的 會虧錢的 不是不斷泵水就可以 不是這樣的 好了 現在說回美國 美國現在很糟糕 他們現在 有沒有辦法 裝大量的綠色能源 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其實你想想就知道 太陽能 是日照時間才能用的 太陽能 是日照時間才能用的 太陽能 要不就把電 儲存 那麼風力 風力 有風吹才能發電 現在你根本看到 綠色能源 根本沒有辦法 取代 那些天然氣 煤炭 那些發電廠 是沒有辦法 現在當然 整個美國都是很糟糕的 他的電網會不會因為這樣做這些政策崩潰 看起來是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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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 他們的核電廠 是沒有起新的 當你沒有起新的核電廠 就會有其他問題 如果你說要用 天然氣 或者 煤炭發電廠 去取代核電廠 那炭排放就會增加 現實就是 Pasic Wall就是水力發電 水力發電要建的壩要很久 美國不是沒有水力發電 美國也有做水力發電 但是 有沒有辦法 可以在 這段很短的時間之內 做這些工程出來 然後讓美國整個供電需求可以搞得到 沒那麼容易 而且他的電力需求 多了的時候 電網的負荷又大很多 所以美國是很有可能會出事的 美國很可能會有大規模的停電 是很難有可能會發生這件事情 現在他們是很難的 當然你說他們是不是沒有辦法解決 他們其實也不是沒有辦法解決 他們認清楚問題在哪裡 他們是有辦法解決的 以前 都試過很多次會停電 他們是要停一損勁的 然後他們就會嘗試處理問題 他們是這樣的 美國就是這樣的 CMGM說 美國的變壓器 大部分都用了五六十年 大批救中仍然超零運行 美國基建面臨嚴重的問題 買變壓器 除了找中國買 你的你有平靈的 變壓器 用 Options Bo heures 是沒有辦法的 你自己我也做不了 34 而是需要幫助那個 他不是完全做不了 只是他們的事情 自己做會沒也沒有成本效益 最主要的問題是不是自己做 是沒有成本效益 Camp St. Lou就說看過報道 原來中國供電網間公司拿科技專利比華為還要多 因為只有中國研發長距離高壓直流電傳送 只有中國做這件事,其他地方沒有做這件事 如果你現在看看標準,就是超高壓直流電 所有Transmission Line的科技 新增的,以前不是沒有地方做的,有些地方都做的 那些用直流電的 超高壓 現在的專利全部都是中國的 那些叫做Ultra High Voltage Electricity Transmission 叫做UHV 這個是中國獨有的 這個特高電壓傳輸 是中國才有的 其他地方沒有做這些事情 就是UHV 不是完全沒有做的 譬如日本也有做過 但是他沒有定一些標準 一個項目是續一段 但是在中國大陸不同 中國大陸其實就是 為什麼要做UHV呢? 就是因為那些能源 主要有能源的地方 比如西氣東書那些 那些有能源的地方 跟用電的地方是距離很遠的 舉個例子 就是三合大壩 它有部分的電是給上海用的 當然不是全部的 有部分的電是給上海用的 那些電是要傳輸的 那些電是 這個UHV 是中國獨有的技術 其實就是 當然它不是只有 直流電的 它是有用交流電的 但是 真正長距離的那些 全部都是直流電 是 特高電壓 它叫做HVDC 其實就是 當然有些人 罵這件事 這件事不是沒有爭議性的 這件事是有爭議性的 因為 這個國家電網 它這樣做了這個 特高電壓傳輸之後 其實電網很難引入競爭的 你是沒有辦法引入競爭的 其實是 而且 現在 是整個中國都連接 這件事有好有不好 當你 整個中國的電網是連在一起的時候 如果 譬如有大範圍的停電 有可能出現的事情 就是整個中國都會沒有電 如果是大範圍停電的話 這個不是沒有可能的 這是有可能的 不過可能性是超級低的 有些人是罵這件事 就說沒有辦法切斷 其實又不是 我也說過事實 也謝謝Rita Ho的支持 非常多謝你 所以 香港是說中國電力是世界頂流 因為這件事只有中國做的 你要想一下 其實 一個大國 為什麼會研究這件事 就是因為有特殊的需要 其實是有特殊的需要 其他國家是沒有這個需要的 其他國家是沒有這個需要的 就是我講過的實情 其他國家不會做這些事情 美國的了 他有沒有需要 他們每個州都自己處理自己的事情 很多時候都是 他們自己個州處理自己的事情 因為幾個州聯合一起做一件事 就不是聯邦那裡做這件事 如果他不是聯邦那裡做這件事 他有沒有需要做這些 他是沒有需要的 那蘇聯有沒有試過做 這些USV 即是這些特高電壓 蘇聯時代也試過做的 蘇聯時代也沒有試過做的 不過 蘇聯 也不會把整個國家 即是俄羅斯也好 也不會把整個國家的電網聯合一起的 其實是中國才有需要這樣做的 其他國家是沒有需要這樣做的 即是中國這個 這件事有沒有出口 是你拿了專利也沒得出口的 我告訴你 你出口也是很少的 一單 譬如有些特別的情況 譬如有些地方 譬如有些國家 舉個例子 它的水力發電 要傳輸很長的距離 如果水力發電 電要傳輸很長的距離 他們就會做一次 但這些工作是做一次的 所以你說這個專利有沒有辦法賺很多錢 我就告訴你 沒有辦法賺很多錢 是沒有需要的 其他國家也沒有需要這樣 哈哈哈哈 我說完這個話題 喏 那算了 我講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 回來講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兒 在這裡 早安 這個 是 不容易 你 沒想到 這 你 那個 你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